極地超馬選手陳彥博持續挑戰自我 在今年二月再次站上 加拿大育通極地七百公里 橫越賽的跑道上 回味十年二度參賽 最後以十天六小時四分鐘 刷新個人過去的紀錄 繼續保持亞洲選手最快成績 我有三次在十年前就是崩潰 然後跟失溫躲到避難站裡面 可是我經過同樣路段的時候 我看到跟感受到我十年前 就在自己在這裡倒下去的 所以一次又一次去面對你正式的恐懼 然後是跟十年前的自己的相遇 其實對我來說都是一次的撞擊 跟一次的面對 然後跟自己妥協 我覺得是那麼一句話 就是下一次如果會不會再來 對我來說有沒有完賽 或抵達到終點 其實都不重要了 每跨過一道過去的難關 就是一次突破 抱著這樣的心態 陳彥博在完成育空七百公里後 訓練不到兩個月 又遠征撒哈拉沙漠 參加兩百五十公里超馬賽 即便冒著超過攝氏五十度的高溫 又遭遇沙塵暴洗禮 但陳彥博最終還是以一千多名選手中的 第四十一名成功晚賽 過程中有好幾次差點放棄 但讓他堅持住的理由 血液很簡單 我覺得是透過大量的訓練去增加自己的自信心 然後在面對很多困境跟很多挑戰的時候 如果你會去急促 如果你會慌張 其實代表你平時的訓練紮實 做得不夠紮實 所以我的自信是來自於 我做了很多人無法想像的訓練 包含是環臺的模擬訓練 從臺北拉著二十公斤的學校 拉到了高雄 再上到武林 在六月將滿三十七歲的陳彥博 秉持著堅毅的精神 還沒有退休離開賽場的打算 下半年還會繼續安排賽程 對他來說 跑步就是人生當中最熱愛的事 會一直堅持下去